流媒体的时代 数字化的今天 对于音乐与影片都已经是颠覆性的改变 实体影碟变得被迫高端 从版权到送绳 到压盘 从设计包装到最后的销售 一步步的繁琐的流程 带来的是更好的制作质量 更好的观影体验 更好的沉浸式的声音 也迫使发烧友们还是不断的在为它坚持 但是大家不难发觉 从机型的市场和独特的获取方式 依然又绕回来了 或许就是这种独特的获取方式 所带来的遍地性 也成为一种坚持的理由 流化时代也正是流数据 所以短视频漫天的今天 让我鼓足了勇气 录下了这一期的Vlog 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的废话 抱歉经验不足 多多包涵 今天的主角绝对不是我这个中年胖子 是我身旁的这台机器 盘德的双系统4KUSD蓝光播放机 也算是如今4K中期时代的产物 盘德很长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小众群体的圈内 依然有的研发和创新 我最早接触盘德的时候 是使用BRB的越域固件 也深度使用过他们早期的一些机型 当去年我在群里面看到这台机器的设计图 与它属性的曝光开始 我就对它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这台PD-6厂家赋予了它惊奇的骨骼 从某种角度却称不上原创 在叠击圈里面众所周知 前有蓝光机当红蜡手机 OPPO后面有先锋戏 半路又杀出了松下 全都是船市的高手 各有各的独门绝技 而在市场低迷的当下 以及无法描述的一些情况 OPPO与先锋这两位老辈纷纷隐圈 而在江湖只留下传说中的一招一试 而这台机的优势 就是攒集了这两部系统 各其发挥互补不足 例如一方的操纵性 一方的画面感染力 它都可以 一款产品有多数的优点 那么证明的是它本身的态度 一款产品能够面对它的缺点 也是它进化的过程 以至于今天我在深度体验了半个月的情况下 我能与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机器的软硬兼修的状态 以及所带来的真实感受 机器整体呢 第一印象就是中 我把它搬上楼的时候 我自己喘了 前面板是铝美硅合金 打磨的很细致 拉丝和阳机氧化工艺全都用上了 厚度呢 高达了17毫米 包括面板按钮 每处纹理都透露着精致 所以片头的那些特写视频啊 必然我没有少拍 机器整体设计 有借鉴先锋的设计理念 评显面板与光区面板 基本上结合的都还挺协调 尾部接口部分呢 樱化风铃双输出HDMI DAC平衡口 RCA就是莲花口 左右声道输出 光纤口 铜镯头 基本上像这些高端机型 都是必备的 好了 我觉得接下来 应该去做一点 我们男人都喜欢去做的事情 WO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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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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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重头戏了 整个视频的解码板 它上面做了一个 基本上三分之二都被覆盖掉的散热器 然后我们把散热器拿开 它后面 只有一个硅脂贴 整个硅脂贴对应的就是它的主芯片 MTK8581 这个方形的众所周知 MTK的8581CAAV 然后整个电路板 我看着不是那种套挖的 应该是重新设计的电路板 上面整块整块全部都是固态电容 然后这上面有两个我没见过的 上面写着DDR4000 这两个就是切换系统信号的芯片 那层颗粒是DDR12GB 然后换算成我们正常的就是1.5G 这边还有一个马达芯片 也是零零零化科的 MTK的 它这块板是六层线路板 正反两面 有两颗东芝的颗粒 分别来储存OPPO和兴风的系统 容量是4GB和2GB 换算成就是512MB和256MB 整个接口镀晶的 然后最重要的 我喜欢的就是有这两个螺丝固定口 像我们正常一些发烧线 或者是像开宝尔的那些终端线 它们的线头都是很粗很硬 有时候插在那边一掉时间长了 HDMI口都松动 我觉得HDMI上面有这两个固定键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必要的 整个板子的做工 我摸着看着都感觉挺上层挺精良的 两个单独横放的这个呢 就是ENA的音频专用大水塘电容 还有50个ENA的电解电容 那当中这个就是 ESS9038PRO 这种旗舰级的DAC解法芯片 为什么横放呢 当时我看设计图纸上不是横放的 应该跟材料物料有关系吧 没有高度正好的 然后只能采用横放的方案了 但是至少货是真打实料的 那个银色闪闪发光的呢 就是非秒精正 低相位噪声提高精度 本来机器呢 我都装好了 我说装好吗 再看一部影片 感觉感觉 对吧 突然发现光虚打不开了 然后我说完了 这次翻车 翻大车了 我又拆第二遍 拆开我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来慢慢跟你们说 光虚呢 它整个是在这个铁盒子里面 然后这个不是单单一个铁盒子 它这下面还有一层钢板 钢板的下面是垫着 四个弹簧支柱 支柱就像汽车减震一样 就是说你压下去它会回弹的 你看我现在压下去 它有弹性的 它可以弹性的 这个弹性做的就是减少光虚的震动 然后我在装的时候呢 我以为这个减震是不要拧紧的 螺丝应该松一点 让它的弹簧更有力道嘛 我以为减震效果会更好 然后这是被打脸啊 浑身身打脸 螺丝没有拧紧 它的弹簧顶着螺丝 我以为是紧了 它是弹簧顶着螺丝的 然后好了 通电以后光虚直接被卡着 就弹不出来了 正好拆开 拆开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光虚的整个的播放的 精英能力和震动 我放的这个是蓝光点片 就是说BD 就是我们俗称的BD 50G的那个啊 我们现在把它推进去啊 其实我感觉这个压盘架很有用 整个光盘里面 在里面转的一点都看不到 飞盘的或者是那种 抖盘的那种现象 好 Play 01 02 现在应该是已经在播放了 好 我现在把蓝光给退出来 现在我们放是4K UHD 为什么我们要试两种盘呢 就是UHD的转速是比蓝光BD 是高很多很多的 然后现在考验呢 就是裸奔状态下 它读UHD的这个噪音和震动 现在是普通转速 好 正常转速来了 明显的是 现在是可以听到声音的 就是读取的那个声音和盘转的声音 但是 我觉得啊 比比以往的机器都要好 甚至甚至好过PS5 PS5的声音比这个还要大 更多的来自这个压盘器 这个压盘器很好的控制了光盘 非常稳 光盘基本上看不见走动 好 我们然后退出 不管是索尼还是松下 先锋的光驱在精英性上 是我使用过这么多设备里面最好的 没有之意 从拆解 我们可以看到盘德对于光驱的精英性 震动控制都是有良好的优化的 但这不妨碍我们对比一下先锋的光驱 先锋测试 UHD独叠效果 一头 中间锋 二头 二头 一头 二头 一头 二头 一头 二头 三头 二头 伟一个 二头 二头 一头 二头 一头 三头 一头 二头 layers 盘德PT6测试UHD读叠效果 盘德PT6测试UHD语 这些画面呢是平摄的画面 因为我拍摄的感光元器件的宽容度问题 不可能包含所有的高亮细节和暗部细节 比如像这一帧如果我提高曝光的话 可以看到暗部细节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里面的 而我为了压住它这个曝光的话 会导致暗部细节所看不清 所以对于画面的所有解说以我的描述为准 我选择的是这则宝伽利亚的4K HDR60Hz的演示片 对我来说年初索尼电视接系列刚上市的时候 和去年H系列用这则演示片所参考的细节非常之多 所以我已经看过了无数次了 这则演示片内需要表达的光线比例 对比度和所需求色彩的白平衡 我都会有敏感的感知 片中人物的肤色准确度和衣物高亮 并且不过曝的呈现感 植背 山脉 HDR峰值高光的爆发 等等等等 这是运行OPPO的系统 第一印象就是可以完全发挥A90的所有特点 并且与我之前的先锋感 几乎一模一样 那种熟悉感 整体锐利 并且亮度上超高的爆发力 肤色的控制也是上层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结论过于草率 所以我决定同屏测试一下 在对比环节呢 因为我没有两台A90G 所以说我用了一台65寸的A80G 它们之间还是画质方面非常接近的 然后呢A90的分值亮度比A80G是高的 全程的测试A90是在35或者40的亮度 A80一直保持是全高最大的亮度值 对比环节呢 左边是盘德用的先锋系统 右边是先锋LX500原版系统 然后两台机器放在一起 其实仔细暂停的看的话 是在肤色方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而我的结论是两台电视机之间的显示差异 之前我用潘德单独一分为二 就是HDMI信号一分为二的情况下 它们之间的也是存在这种差异 更多的为什么A90我要开36或者40的亮度呢 因为如果说我开到最高的话 我要拍清A80G的高光细节的时候 A90是全程会国报 因为A90的出厂亮度就比A80G高 指挥师大人 振服师大人 魏公公 这钓鱼得钓到什么时候啊 江西道水灾的折子 陈大人 艺术他老人家心烦得很呢 我劝你 还是不要过去讨不通快乐 好好好 再说这么大的风险 你就可以丧了 但这是个商机啊 老板 国内进到有37000一瓶 你只赚了2000块钱 优秀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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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个三万十倍啊 真的呀 我找人厌不得了 我自己是病人 我都不折瘦的起码 我自己去了呀 就算你折瘦不起 你看那个亲戚朋友 说白人还是怕被抓 倒是有 我不喜欢玄学 就是这样不停的 看平时耳入木然的影片 和不停的切换系统对比 我得出的结论是 盘德PD6 在优质硬件的加持下 两个系统的画面输出 是完全一致的 相同于先锋原版机的画质 我个人的建议 在本身在4K UHD方面 更加一眼变化的画质 需要HDR映射功能的设备 比如说松下 或者带有映射功能的显示设备 比如说JVC索尼或者LG 对于OPPO的这个系统呢 它的操作和响应速度 以及这个菜单输出 流畅度是完全全面碾压 于先锋系统的操作 OPPO系统呢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输出分辨率 如果说是以自动或者是自定分辨 UHD UHD就代表4K 4K自动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次开机 你必须你的显示设备先开启 或者是同时开启 如果说你是先开 这个盘德PD6的话 再开显示设备 它就会自动识别错误 导致你播放4K HDR的这些影片的时候 会自动降成709 对于盘德系统的HDR设置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与先锋系统不同的 就是杜比世界处理 杜比世界处理 它只有自动电视主导和播放机主导 而那个先锋的话 它是自动识别电视主导 或者是播放机主导 OPPO系统它不能关闭 但是先锋系统它是可以被关闭的 流媒体的WEB文件杜比世界 是可以在OPPO系统中被正常播放和点亮的 直接是杜比世界 而在先锋系统中呢 就是WEB文件的杜比世界是无法随便怎么设置 都是无法正常播放的 没有被显示杜比世界 并且颜色是偏离的 像先锋系统在杜比世界这个选项里面 它是可以关的 这个关也仅仅是针对于原盘的杜比世界 就是你关掉以后它是会以HDR10输出 先锋系统的它的自动识别率是 比OPPO系统完善的 就比如说我随便是先开机器还是先开电视 它每次在载入的时候都会自动识别一次 然后给出对应的分辨率和证据 然后给出对应的分辨率和证据 我告诉我 我告诉自己 他们不能触摸我 他们只能死 他们只能死 I tell myself They cannot touch me They are long dead 全景声杜比Atmos iMax DTSX等数字音频仅支持HDMI输出 对于HDMI数字输出解码的是我的功放 从而在三个系统中 我的九个扬声器加一个低音炮 录音波形其实是有极小极小的细微的浮动 我放大很多倍才能看出来 但是从人耳的听感来说 三个系统我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在我还没有更强的后级设备的情况下 我有不专业的地方还请大佬们指出 今天应该是我评测的第21天了 拍画面是一种不准确的话 那么录音更不是一件严谨的事情 下面是我用盘德播放的一些手机录音片段 仅仅是录音不准确的 与我听到的基本上天壤之别 但是我依然放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现在急躁的社会 有时候静下心来 好好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曲调 给自己疲惫的身心舒缓一下 我也只想描述到我感受到的 并且把所有的感觉与你们分享 这个我想很多老烧大哥们都有共同点 就是要么遇到好的感受 一定会分享 分享即是乐趣 也是一种善意的心境 Come over Come over Come over 继续 老婆再做一步了 你会不会让我们两天 Come to I need to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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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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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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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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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你有了名字 我只是个名字 我只是个名字 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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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这件事 并非解释 我只是个名字 这件事 我只是个名字 视频的时长呢也差不多了 在每天自身的事情不断 依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不断地探索盘德的方方面面 看似的悠闲 都是拖延了其他事情而换来的时间 而换来的时间 我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高素质播放期 所呈现的各种标准 不管是画质还是音质 它都体现出了一台旗舰 所应该给我的素质体现 好了这期节目虽然很长 也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这是我的第一期节目 有不自然的地方 还请稍友们多多担待 谢谢 谢谢